就是了解一些知识 然后装了很多东西 就是这样 但是这样已经很好 但是根修行 这个不是佛的翻识道 不是非常感到的就对了 既然不是非常感到的 当然了 就较不好了 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没人改双 我们的知识了解越多 出几个嘴 四人来呢 这个嘴很好说 口子清新 这个在第三识的时候 有可能都堕落三个道路 就是三识页 那我们就放开 佛的道次里观论 第二页第三号 上一堂课 我们把归金送 已经讲完了 也可以说他整个传承 做一个交代 这部论是清净无误的 而且他传承来自于师长 来自于佛 各位如果对管论有这些疑问 你都可以去查大经大论 来证实 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谈到礼静 它是一种逆心的一种恭敬 一种上根的显现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这个书名里面 到底在讲什么内涵呢 他所对的对境 的这个 所要修随的行者 到底是什么对象呢 有一些人 意思是说 我们刚才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可以粗贺 要不要跟他这么亲密 其实不是这样说 因为他这部论 下 中 上 的根气的人都会贺 他就是书生在这里 但是这部论 它是一种实修教授 他直接一记我们的心 让我们对的境界 可以变他心 或者是青青青青 让我们分明了解 所以这 洪毅大师做的南三立在家 北南来的 就够渐进民法 就是说断恶 受伤对的境界 还是看到我们内心的动静 它是正因 还是不对的因 很清楚的交代 那我们直接来看文 解释这个书名 里面的内涵 始终总设一切 佛语恶要 本论 此就是广论 不离道治理管论 简称为管论 它总设了 一切三藏十二部进阳 就是佛语 就是佛法 它里面的精华 聘色龙猛 无着恶大车轨 知车轨 往去一切 总治地位 甚是法 患三种师父 一切行之 所有之地 无所缺少 为什么说 这本论 它同设 三藏十二部经 它的根气 来自哪里 二大车轨 龙树菩萨 叫做龙猛菩萨 无作菩萨 这两个大车轨 这个大车就是大乘 乘 大乘 什么叫做大乘呢 乘就像那种功绩 佛法 这个内涵 可以让我们 直通佛地 大就是大乘 乘就是轨道 所以佛法 可以把我带到 我们所要的 静静的 快乐的 一个 安稳的地方 叫做佛的经地 所以这一部论 它是根据 这两个二大车轨 龙树菩萨的传承 来自于 文树式地菩萨的 圣剑拜传承 无作菩萨 来自于 密勒菩萨的 广西拜传承 所以 我们要学法 一定要依的 这两大车轨 因为它是 世尊的两个 杰出地址 所留下来的传承 就是 文树式地菩萨 文树式地菩萨 将来走才不会错 往去一切 总治地位 一切总治 就是佛的智慧 有一些 它说翻译成一切相治 也可以说是佛治 那佛治的地位 是怎么来呢 它内心有道地跟魅蒂 有成佛的方法 在心中显现 魅蒂就把烦恼给灭除了 进入涅槃 是不是 所以它心绪中有这两个 叫做它的智慧 所以这一本论 它一的广行拜 身见拜二大车轨 它这个论理 来引导众生 弃向成佛之地 这个地位呢 就是成佛之地的狗位 而且它的对象呢 就是书胜 法范三种赐福 赐福一切西之 所有赐地 它对象指的就是 这个书胜呢 就比较上根的法文 最究竟的法文 最殊胜的法文 所以本论把三种赐福 就是说下识道 中识道 上识道 有这种根器的人 不管他大小小孩就对了 有想的课都不可以 小学到中识大学都听得到 所以是怎么说呢 因为这本论呢 他把整个成佛的赐地 讲得很清楚 下识道 中识道 上识道 让那些人 他没有压力 像我们的大小学 中识大学 随着这个课程 这样做 而且我们时间一泡酒 我们对法的内补会更清楚 整个成佛的教育 在心中就紧然有序 而且陷阱那个成佛的教育 今天你修的时候 如果你修 修到无沙沙 那听那听 听到尾了 那也是无沙沙 是不是这样 我过去就是无沙沙 我做到这本论医 我过去收听 跟他做这个整顿 原来佛的思想是在讲这个 所以他的赐地 仅然有些 没有切少 从防护到成佛 完整无切 一 菩提到赐地门中 保济善者 弃佛地理 世卫之中所签出法 我们按照的 阿底霞所做的 这个菩提道赐地 我们上面讲的 只是管论 但是菩提道赐地 指的就是阿底霞尊者的 道济论 因为菩提道赐地 管论是依的道济论 西斯的 所以言作者 可以说是阿底霞尊者 所以将来一个 道赐地的门中 这个方法来做修持的话 他有下次到 终止到上上 有业果的法则 有四圣地的法则 有十二英英的法则 还有 上师父六度 四色的法则 依的这样 在我们心中 界限清楚 所以 他说这部论 一定可以引导 祭足善根的行者 契入佛的境地 一个修行的礼物 世卫之中所签出法 所以 他就在说 指的就是 菩提道赐地管论 他的对象所签好 他所要强势 该随的对象 是什么呢 就是下次到 终止到 上次到 这就是 他要说的对象 所以标志说 这部论 因为针对 他是善根根气的人来说 他是三个对象都有 此中传有二派 事宜 这就是 这样说法 有说法的整句 他来里面 说出两种的整句 给我们做长课 他说 此中传有 此子人是谁呢 道际论 阿底辖尊者 说谁的道际论 他不不不不 他就来说 那里面有两派 开水 要讲说的一管 圣纳南陀诸志论师 习有三种 清静文中 前世正法 同时 在印度 有两个 佛学院 他最出名 一个叫纳南陀士 当时贤传大师 就要留下来 是不是这样 那那很多事呢 来自 他就有五百的 博士 智责 当今我们可以用 博士来信用 他们就怎么说呢 他们的诚喜 他们内心 大家有共同 互动过 共同诚喜 要讲话 要有三种 清静的方式 清静文中 前世呢 法的内行 第一个就是 规范以静 第二 随者相续静 第三 所说后 法清静 他说这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要讲法的时候 一定这个人 这个阿世里 这个规范师 他的话要清静 以言清静 表示说 他阐述的法 要很清静 他的动机 也是要很清静 是不是这样 所以另外一个 他虽然 他的动机清静 也就会清静 但是 随着 就是在听的人 他的心相信 也要清静 相信 就是说 我们的心 那个动机 一个两刀 接着去 都是要清静 这没用意 真的没用意 所以 讲者动机清静 以清静 听者动机清静 各位是用什么心态 来听法 有一种 以前这样说外面 人家开武器 他就要打罐 提罐 这种动机是不好的 如果 我回去要 我今天今天来听法 我要去听法的时候 我回去可以讲给人家听 他是好 但是 讲给人家听的背后这个动机 要让人家战习我 这个叫灵魂力量 这种动机是不好的 那如果 我要把法安住在整个法纪里面 在我的心系 可以在到道地跟魅力 整个佛果位 将了一个心来听法 那是最棒的 叫普利心所释的动机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 你听我的诗 我们头头的 当时 想一想 我来听 到底是要用什么目的来听 否则我们没有一个所言 很容易进入 见过失的心 比如说 我在说我来的时候 有时候 笑给人家闭来闭去 这时候我师父都没来着 就开始在见过了 那我们听法的动机 已经不见 是不是 我们的目的是要听法 你管理是闭来闭去 闭来闭去 我们要听法 可以说 可解决定 这样的问题 这是重点 所以 随着呢 他听闻的时候 他的动机 心要清静 这个要把握的 第三点呢 刷法清静 所说的法要清静 这个法 它的来用 是什么 心里违背到 或所说的 业果跟空性的动力 表示说 这个法 它的传承来自清静 不是改变的就对了 所以是纳南陀寺 他们那边 诸智者 在说的 就是有这三种 要看清楚 这是纳南陀寺 第二个呢 佛学院是什么呢 后时 子家摩罗斯罗 圣教圣行 比诸智者 哲喜三种 而为书要 后来呢 他又兴起 一个佛学院 叫做 子家摩罗纳 士婆 他翻成中文 叫做 戒乡士 他当时 这件事 他非常的 兴盛 学生也很多 比试当中的智者 这个佛学院里面呢 一些成就者 或者通达教理的 这些大博士呢 他也同样 承起三种方式来讲法 是最为重要 最为重要 那三种呢 下面就说到了 为证法 造者 殊胜 这是第一种 第二 证法 殊胜 第三 如何讲文 笔法 规理